清晨 喂 雷子 在忙吗 喂 雨饼 好久没联系了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这不是有事求您吗 这个 还在橘子里吗 我堂堂隐人民警察 背你说的 什么叫在橘子里 臭臭臭 给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我有个朋友在你们区的一个高档餐厅吃饭 被包间里摄像头给拍了 现在有人拿这段录像去勒索他 这大概率不是偶然事件 去那吃饭人不少 肯定在包间里聊这个商业机密人也不少 我觉得受害者不只有我朋友一个人 我给领导汇报一下看怎么办 要是有这种产业恋爱肯定打电话 得嘞 得嘞 行 那麻烦你来就点 你还有什么好吱吱呜呜的 我热搜都爆了 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快说吧 那个宋导的电影 他们说合同签不了了 而且宋导那边跟媒体说 说那什么 你人便有问题 永远不可能跟咱们合作 好 妈 你听我说 我刚刚不是为了维护你才说的那些话 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 这是人之常情 你不用怀疑你自己 谢谢 真希望 时间能回到零八年元旦那一天 为什么是零八年元旦 如果能回到那一天 我一定不会和我父母回韩国 我会一直留在中国 这样 我就能陪你一起去面对那些危险 其实我也抗争过 但是遇上了金融危机 我家有些事情必须回去处理 还记得 那时候你谁都没有说 突然就消失了 那天是各大学在其中的招生宣传日 你们在学校 我怕我说了 你们会想去机场送我 错过宣奖 所以我就没说 你确定 大学的宣奖就在那天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号 当然了 那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是不会记错的 赵曼儿 我喜欢你 让我想想 十二月底的时候答复你吧 之前我问你的问题 可以给我答案了吗 什么问题啊 少爷 咱们到家了 有形式 没有 还蛮照顺 我都照顾你十二年了 明天你有形式 就会假笑 是吗 父亲回来了 是吗 我来 我来 你我要是香港的 我来 我们要是香港的 谁要去 回来啦 今天我们都要打草了 东西收一收 灯田 我们回趟韩国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没什么事的话 没有时间 沒有要的 只要不用外交通了 倆人們都要送送你 老實說什麼事? 你也聽不懂 我們有所需的問題 你現在這個工作 全部由響美國 我們現在已經由響戶 我們現在已經從響戶 我們現在要回家 不會說那些話 你現在不要說那些話 你現在已經有下了 你現在已經到分了 你現在去世了 你現在要這裡 你這就要你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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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啊 都快高考了 我总不能胖着去考试吧 胖着去考试 这北电怎么考啊 胖瘦淘汰 我查了 要想学艺术啊 就得参加艺考 艺考 就是跟高考一起考的那种 每年时间不一样吧 大概二月份 等时间出来就会通知了 嗯 嗯 嗯 你不是不吃吗 辣吗 辣吗 吃 哦 哦 哦 给 这 你干吗呀 这不是给你喝的 这我喝 嗯 今晚过了十二点 就是二零零八年了 两位帅哥打算怎么过啊 能怎么过呀 都高三了回家写作业呗 我听说呀 高三的跨年 要是能和最重要的人一起过的话 就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宝贝 马哲被玩了吗 你有这时间不如拜拜咱们的小金鱼 高格格学姐 听说过吧 去年的高考状元 他说的 行 曼儿 我可以和你一起跨年吗 哦 我父母回韩国了 可以啊 哎 你们都来我家吧 那 那我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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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什么去啊 高三怎么过 回家写作业 你刚刚自己说的 可乐 我醉几了 我喝这个 嗯 嗯 过年了 过年了 走吧宝贝 哎 一年又过去喽 有人欢喜 有人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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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点了 十一点五十 哦 几 几件吗 十一点五十一 我们的台数真正的冰心啊 就是要今天晚上 那种台数真正的冰心啊 就是新光给他们每个人都会用心歌唱 陪着我们大家一起来跨年 是 嗯 那今天晚上 先度一下 务必让我完完整整 明明白白地跨到2008年 好 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快乐激动地迎接2008年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唱超过一百首的歌曲 各位准备好街招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么在今天晚上演唱的歌曲当中您最喜欢哪一首呢 非常非常简单我们要请您参加最爱歌曲大调查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的编辑歌名发送到10669585 你不会磕瓜嘴啊 我平时不吃这个 我来叫你 加油 你把这个瓜子的一半放在牙齿的中间 用绳绳顶住 然后 用力咬下去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你再用手把瓜子壳给揪出来 直把胯子磕进去 这个好难啊 这还难啊 我看你啊 不仅是身体不好 脑子也不太协调 上回学农 放烟花 你说话说到一半又睡着了 我劝你还是去找个医院看一下医生吧 免得到时候在考场上睡着了可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睡着了 我说 喂 我 是我 我知道 干吗 那个 我 今天作业是什么呀 就这 语文优化卷一套 文宗零六零七 两套卷子 还有数学皇冠命卷 还有别的事吗 等一下 快点快到点了 是吧 金雨昊还在你家吗 在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算了 没事 新年快乐 你也是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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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快快快许愿 你许了什么愿望 每天都能这么快乐 你许了什么愿望 我希望赵曼尔的所有愿望都能不实现 这句话 这句话 我是不是之前也说过 就在时间的那天 没有啊 我们不是还看到流星了吗 管他呢 你快许你自己的呀 好 好了 你许了什么愿望 等实现了再告诉你 天哪 真是不敢相信 都2008年了 对啊 所以呢 你不懂 2008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个新的季节 升到成功的那天晚上 我就在这个遍布机前 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 突然就被漫天的 里花声和欢呼声惊醒 然后就好像 我打了个洞 就从2001年穿越到2008年了 现在 他终于来了 什么东西啊 废纸 真漂亮 你看那个像不像醒醒的 对啊 像流星一样 咱们的愿望肯定能实现 嗯 你的愿望肯定能实现 瓜来了 宋大川要给赵曼儿发律师函了 你们猜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他简直就是北电的耻辱 赵曼儿真敢 太过分了 背后骂导演 对啊 嗯 喂 那个林卫现在是什么地方啊 都说过了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天哪 那可是个小学时候 些课完做完的年份的人 二零二零年 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一言难尽 课程意义上的一言难尽 我以前也觉得 二零零八年 是一个遥远的 出门相亲的年间 现在也不知不觉就到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零八年出了奥运会 还发生了什么样 你还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 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反正都是会来的 试不得我学学 算了 这里新年快乐 虽然你那里可能并不是新年 新年 新年 你那里现在是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号 对啊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零点时分 你可是我第二个 对 第三个说新年快乐 俄一又是一家 就算了 你还能不能帮我 如果可以 帮我个忙 我个忙 应该说 帮忙静雨昊 怎么办啊 明天 你一定要让他跟他爸爸一起回韩国 什么 回韩国 为什么我们都在高考了 你吓死我 你说不清楚 他们家会在2008年遇到一些债务危机 如果不回国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你不相信我 不 我相信 我要怎么帮他 你听我说 明天一大早 你要跟进静云后 务必把他送到机场 可是 明天有高桥咨询会啊 你不是都决定考北电了吗 那 你去不去高桥咨询会 也没什么影响 也对 好 我会跟进他的 清华男生多 北大饭菜好吃 难啊 太难选了 这样 这样 我觉得吧 你啊努努力 北大青鸟可以的 谁 谁还没有个完成不了的梦想吧 空气 大过节的来学校 还不如让我自己找点乐子呀 要我说还是赵曼儿聪明啊 直接就请假了 赵曼儿 他怎么了 说是帮静女浩 静女浩 静女浩 那怎么了 你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或许我们俩能帮上她 他们俩 一个高考有加分 一个要参加艺考 咱们俩 才应该睁大眼睛 好好挑选一下 快快 懂 开始 疯狂 这肯定是 想做 possible 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 那一言 不愿意 她才会 要打架 这么一个 她还要打架 你还要打架 那妳可 还要打架 我 他 我不是故意要躲着你 没关系 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叔叔阿姨肯定在机场等你呢 去吧 去啊 拿着呀 接下来交给我吧 我送少爷去 叔 那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对不起 赵叔 说什么呢 你有啥好对不起赵叔的 我爸 会长有会长的考虑 成年人都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应该回韩国吧 少爷也可以有自己的决定 如果有需要 我老赵二百二十们 也一定准时把你送到 谢谢你 赵叔 下份不开心的时候 不要假笑了 笑容要留给开心的时刻 我还给赵帽儿拿了这个 我看看 宝贝呀 这是针对零九届的考生 咱们是哪一届啊 我们要是复读了就零九届 那赵帽儿还没考呢 怎么就开始招零九届考生了 培训班呀 培训班都是提前培训的 再说了 赵帽儿他自己都有 一直在准备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知道了 不是清华 不是清华 也不是北大 应该是北京体育大学 为什么呀 好 救命 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钥匙拉你这儿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是你回韩国的事 现在过去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了 飞机十分钟后就起飞了 实在不行 再试试改签吧 我帮你打电话 我去回客瓜子了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呀 你要赶不上航班了 你说的话 我都刻在线上 我说的是瓜子吗 我是说你回韩国的事 不行 你必须回韩国 你就这么想让我回韩国 我 不是 你知道我许的什么愿望吗 我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那 我们可以发邮件啊 我还知道你原本大学 是计划回韩国的嘛 等到我们高考之后 所有人都会各奔东西的 也不代表我们会一直分开啊 对不对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只是想逃避那个答案 什么答案 季雨昊 你也许个关于你自己的愿望嘛 季浩你醒醒了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要什么答案 他到底去没去呀 怎么还是没变化呢 对不起 我没能劝季雨昊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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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没去学校就行 为什么这么说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尽力了就好 这学期到今天就结束了 但是大家要意识到 这不是假期的开始 而是高考战鼓的前奏 我有本书要发给大家 别呀 冯老师 高三都快结束了 怎么还发书啊 马兴爷 高三都快结束了 你还改不了这个乱戒话茬的毛病 这个呢 是高考志愿填报书 本来想假期结束后发给大家 现在发给大家呢 就是让你们看看 自己和目标院校的差距 春节期间 大家把握进度 预祝大家春节期间复习愉快 谢谢 我有时间就会往家里打电话家访的 都给我老实点 冷少 你那江湖大学 多少份入学啊 这等天机其实 而是等凡夫俗子可以知道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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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赶紧 赶紧 回家 回家 没有 张曼 你咋了 张曼 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 电影学院 没有北京电影学院 我看看 北京电影学院 海京电影学院 看看啊 中文 中文戏剧学院也没有 有中国传媒大学 听话呢 没有表演专业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到这个 艺考 对啊 那天我特意回去拿的 那儿的老师说 艺考高考和我们参加的同考不一样 你得先一考 拿到那个什么什么证 然后你才能考艺术类考试 大概是这样吧 你不知道吗 你天天考北电北电 我俩还以为你都知道呢 这个传单你在哪儿拿的 招生咨询会上啊 那个老师的意思是说 零八届的已经结束了 现在针对的是零九届考生 我想着你可能要复读就 招生咨询会 什么时候 元旦啊 就是 你找金铭浩的那一天 报告 进 方老师 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问吧 为什么报考指南里面没有电影学院 连和表演相关的专业都没有啊 你说的那是艺考 跟同考的录取流程不一样 你还要艺考吗 报名了吗 元旦那天高招资讯会 我看你没去参加 我以为你想通了呢 报名 现在就要报名吗 不是年后才艺考吗 我带过那么多届学生 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参加过艺考 我不是骑士艺考生 是因为这个艺考和同考 它就不是一条路 老师 我只想知道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那我帮你问问吧 谢谢老师 喂 你好 我是齐天实验中学的方老师 我想帮学生问一下 校考的报名时间 零八届的 学校是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我这样啊 那不能去现场补吗 好的 谢谢啊 北京电影学院的网报时间已经截止了 不能不报 那既然这样 就好好复习准备高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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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嘛呀 换皮毛啊 换哪个呀 他们俩 好了 好了 怎么 有心事啊 没有 是不是又要去问 赵曼儿作业啊 快去 快去吧 又不是第一次问了 快去吧 什么事儿 喂 我问一下作业 不知道 没事 我挂了 等一下 你没事吧 你指的是忘记作业这件事吗 不是 一考报名 我听郑永美都说了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不要问我了 我觉得肯定会有别的办法的 再想想呗 反正 我一直站在你这边 对不起 我刚刚情绪太激动了 让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吧 我先不明白 这是个要求的 和现在怎样 就是我这刻 我记得 因为文化了 神儿子 你要不要也去考啊 妈妈就觉得 你比这些小朋友 都要好看嘛 你说到时候你红了 就可以帮妈妈 多要一些签名照啊 而且学校还在上海 多好啊 你要去这里读书啊 那以后妈妈就能 经常回去干你外公外婆了 你快看 现场还在报名啊 现场报名 上海考点预计将有 三千人报名 录取率可为白礼挑衅 昨天上午九点 很多外地考生 拖着行李赶到现场报名 其中不少都是冲着表演戏 和主持人专业而来 这几位来自安徽的考生 二号晚从黄山出发 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快报名 希望能圆自己的演员梦 有兴趣吧 那明天 妈妈让你二舅妈去现场 给你交个报名表好不好 谢谢妈 谢什么呀 需要联系你二舅妈吗 怎么关机了呀 赵曼尔上海电影影视学院还在报名 还有机会 呼叫老大 呼叫老大 太好了 不然我要内疚到高考前了 怎么报名啊 我看了电视 说上电现在还在接受现场报名 可是我们都不在上海呀 我还留着艺考的海报 我打电话过去问问怎么办 告诉我电话 喂 您好 是上海电影影视学院吗 我想报名 我们这儿是依靠培训中心啊 你想考什么专业 我们这个培训啊 不是 我是零八届的 我想帮朋友 然后报 零八届的怎么现在才来报名啊 零八届的怎么就开考了 不对啊 刚刚新闻上还在说那个 现在还在现场报名啊 我给你看看啊 上电在咱们北方片区的报名 已经截止了 但是上海考点的报名还在继续 那 那 可是时间也快来不及了 不是 老师 您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呀 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才能报名啊 我看看啊 上电的报名是到明天 明天截止 现场报名需要你的身份证 学籍证明 还有报名表 学生今天寄出报名表也来不及了呀 要不这样 你提前报我们的复读班 我给你打折 可是今天是放假呀 况且都这么晚了 这些材料怎么搞啊 哎 照办人人呢 怎么不说话呀 可是我们没有人在上海啊 这今天寄过去 也来不及吧 哎呀 怎么又到下一条了 没关系 我有二舅吗 我二舅妈就住在上店旁边 把材料交给我吧 我给她传真过去 谢谢大家 打字太难了 放心吧 有我在呢 明儿 能麻烦二舅妈也帮我报个名吗 我去打印店帮忙打印需要的材料 我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舅舅 能不能帮你开学籍证明 我有车 我让司机开车去收集材料 出发 喂 二嫂啊 我是曼珍 二嫂 好久不见了 正好是你接电话呀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家有传真机 好 谢谢二嫂 嗯嗯 好的 好的 拜拜 报名成功 耶 好的 玫瑰 玫瑰 哇 哇 酷 谢谢大家 哇 耶 耶 耶 说什么谢呀 要不是因为我元旦没把传单给你 你就不会错过北电的考试了 你所谓的梦想 真可笑 如果可以 帮我个忙 那你今天 去学校了 太好了 你没去学校就行 你 你是故意的吧 什么帮助靳雨后啊 你就是想让我错过高招咨询会是不是 你凭什么剥夺我追求梦想的权利啊 我不想说假话 但我是为了你好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2008年除了奥运婚以外 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吗 好 我告诉你 08年有雪灾 有地震 甚至你期待了很久的奥运会后 就遭遇了金融危机 然后呢 这道理由吗 这下你根本就改变不了 所以呢 你改变不了世界 但你可以帮助我呀 还有金鱼昊 你至少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啊 我改变不了金鱼昊 她也根本就没有回韩国 她原本是回韩国了的 你已经改变了她 满足了2020年金鱼昊的心愿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满足一下我的心愿呢 明明你可以做到的 可是 可我不是你啊 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帮你决定你的未来啊 如果我的未来是你的话 那我决定愿不要长大 你很讨厌我是不是 那我问你 如果父母不支持 别人说你没天赋 只能让你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滥息 比你条件好的人层出不穷 你还想当演员吗 你说的没错 如果明知结果我还放任这一切发生 那么未来的你 一定会变成现在的我 当演员没有希望的 放弃吧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变成像现在这样的人 那么 你的希望落空了 因为我们俩根本就不一样 我也不要变成你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的 因为我的身边有很多很多都在支持我的人 你给我听好了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演员 一个好演员 你说我 叫他们 或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